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理查的中文课 那么今天呢,理查老师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又可以开直播 跟各位同学一起上中文课了 那么这个,各位同学 老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时间 老师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几分 然后呢,这个老师看一下 又可以开直播 好的,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老师啊 希望各位同学有看到老师的 好,那么各位同学 老师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三十一分 十点三十一分 那各位同学今天是几月几号呢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老师 今天是几月几号呢 好,那老师要讲咯 今天是2020年的几月几号 老师忘了,看一下 今天是这个八月四号 八月四号 各位同学,想想看这个再过四天 就是父亲节了 在台湾,八月八号 八月八号是父亲节 在台湾,八月八号是父亲节 那不晓得在你们的国家 父亲节是几月几号呢? 是不是也是八月八号呢? 在台湾,父亲节是八月八号 好,已经有蛮多同学上线哦 老师看一下有谁 好,今天的第一名是Lihore Lihore同学,欢迎你 哇,你今天是第一名哦 恭喜你 好,再来是盛行同学 好,盛行同学,欢迎你 盛行同学是第二名 盛行同学是住泰国 那他正在台湾的大学 学习中文 今天不晓得盛行 有没有上课啊 今天你有没有上课啊 老师 很关心你的中文课啊 不晓得你的中文课上得怎么样啊 好,我们第三位同学是Angela同学 好,Angela同学,欢迎你哦 还有我们的葛丽同学 玛葛丽同学 各位同学 这个玛葛丽是来自法国 她是法国人哦 玛葛丽同学 欢迎你 好,沙克来了 沙克是来自孟加拉 各位同学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 如果你们要老师记得你们的话哦 这个每次直播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 然后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也把它写下来 那每天都跟老师介绍一下你自己 这个久了 老师就可以把你记起来了哦 你看老师今天啊 可以叫出好多同学的名字哦 这些同学每天都有来上老师的课 那久而久之 就老师就会记得你们的名字哦 好,沙克同学欢迎你 我们还有MiaMia同学 欢迎你 好,MiaMia同学说 今天是2020年的8月4号 没有错哦 好,我们还有好多同学哦 我们还有这个老师不太会念你的名字 这个T-A-N-G 老师不太会念你的名字 好,那欢迎你哦 好,再来我们还有Michael Michael同学是清华,对不对 Michael的中文名字叫清华 好,清华同学欢迎你哦 我们还有Mia同学 好多人叫Mia,对不对 好,我们的这个洪凤同学欢迎你 洪凤同学今天问了老师一些中文的问题哦 他在Messenger问了老师一些问题 好,同学们大家好咯 好,那同学们这个今天哦 老师有课 有一些语法要教各位 所以老师就不跟你们一位一位打招呼了 那在老师上课之前呢 希望各位同学先帮老师一个忙 这个忙就是呢 请各位同学记得要订阅 分享 还要按赞 老师有Facebook,对不对 老师还有YouTube频道 那请各位呢 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喜欢理查老师的教学的话 请你到YouTube 帮老师按按赞 老师有两个YouTube channel 一个是Richard Chinese Language 一个是Richard Chinese 同学们可以去YouTube 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了哦 那各位同学要支持一下老师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 好,那各位同学 今天呢,要开始来上语法课了哦 那请各位同学注意听哦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 老师要用这个新的功能 试试看你们习不习惯这个新的功能哦 好,那老师今天要教什么语法呢 好,老师跟各位讲一下哦 好,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这边的字呢 好,老师今天要教的语法是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这两个字 各位同学会不会念这两个字呢 这个字念 就 就 好,这个字念 才 才 好,各位同学 老师今天要介绍这两个字的不同 这两个字的不同 好,那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个中文说 就 还有才 英文会把它翻译成 just 或者翻译成 then 那各位同学 不管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 基本上 各位同学请你记得 就 跟才 你要放在动词的前面 好,同学你要把它记起来哦 你在用就 跟才的时候 记得 一定要放在动词的前面 好,这一点先请你们记起来咯 好,那老师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 还有才 还有 有什么不同 好,请各位同学注意听哦 好,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 老师的这个 讲义哦 好,同学们先看一下这边 各位同学 这里 这里是the moment you are or the moment you were 好,各位同学 你现在在这里 你现在在这里 你要讲以前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就 如果你要说过去的时间 请你用就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past you use 就 好,各位同学请记得咯 这是你现在的时间 you are where you are right now and when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in the past then we use就 好,各位同学 第一点请注意 当我们用就的时候 we a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earlier than you expected 你在讲一个啊 你在想说 哎呀,这个事情 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啊 就已经发生了 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各位同学 当我们用就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讲 以前发生的事情 earlier than you expected 好,那各位同学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第二点非常的重要哦 第二点就是 各位同学要注意听哦 当我们用就的时候 我们的句子要加上一个了 好,我再讲一次哦 当你用就的时候 请你在句子的后面 加上一个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了表示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动作 了 means a completed action 所以当你讲过去完成了什么事情 我们用就 然后呢,句子最后要用了 好,各位同学 如果你听不太懂的话 老师给你一个example 老师给你一个example 好,来,各位同学 看这个句子哦 A说 A说 李查老师的课 十点半就开始了 老师再念一次哦 李查老师的课 十点半就开始了 Teacher Richard's class Teacher Richard's class Started at 10.30 好,同学们 我们再看 B说了什么 B说 我以为是十一点耶 我以为老师的课是十一点耶 哎呀 我又迟到了 I thought it was 11 I was late again 好,各位同学 李查老师的课是十点半 我以为是十一点 李查老师的课是十点半 我以为是十一点 我以为李查老师的课比较早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李查老师的课是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以为是十一点 哎呀 其实是十点半 所以李查老师的课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好,各位同学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用旧 好,各位同学 你看老师这边就用旧了 对不对 因为李查老师的课是十点半 我以为是十一点 其实更早就开始了 十点半就开始了 各位同学 所以我们用旧的时候 That means something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 李查老师的课不是十一点 李查老师的课更早 是十点半 所以各位同学 李查老师的课 Is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时候不能用才 你一定要用旧 因为这个事情是更早发生的事情 好 第二个重点是 当你用旧的时候 就要用了 记起来哦 当你用旧的时候 句子后面要加上一个了 好 这样子 这样子听得懂吗 李查老师再念一次哦 李查老师的课 十点半就开始了 听得懂吗 有点难对不对 哎呀 不会啦 等一下你们多做练习就会了 听得懂哦 好 因为十一点 我以为是十一点 但是李查老师的课更早 是十点半啊 更早 李查老师的课更早 如果你要讲一个更早的时间 请你用 就 了 了 了 就 巴拉巴拉巴拉 了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哦 好 听得懂太好了 好多同学说听得懂 好 明明说听懂了 沙克说懂了 益青也说 懂了 那各位 如果你听不太懂 没有关系 等一下李查老师会给你题目 你就会写了哦 不要紧张 慢慢来 好 同学们我们再往下看 那各位同学 老师现在要告诉你 什么时候用财 财 各位 你现在在这里 财是什么时候用啊 未来 未来 in the future 当你用财的时候 通常是说未来的事情 或者是 你还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通常我们用未来 好 比你想的时间 还后面 用财的时候 通常是比你想的时间 还要后面 他可以用在未来 或者是用在 比你认为的时间 还要后面发生的事情 好 各位同学 那老师跟你讲财要怎么用哦 第一点 第二点非常的重要哦 第二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可以用财 不行 绝对不可以 我们的财不可以跟了一起用 因为你没有完成嘛 所以我们就不用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 一定要跟了一起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 财不跟了一起用 财是不可以跟了一起用的 老师跟你举例 老师给你一个example 好 A说啊 我迟到了吗 我迟到了吗 Am I late 各位迟到就是late Am I late 我迟到了吗 好那B就跟他说 现在九点 It's nine o'clock right now 课啊 十点半 才开始 好 课十点半 才开始 好 各位同学 现在是九点 对不对 课要十点半 才开始 所以这个课 所以这个课 is later right it's like in the future right so we don't use 就 we use 才 because 课 这个课 是在十点半 现在是九点 课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 我们要用 something happens in the future or later than you expected 所以我们只能用 才 懂了吗 因为现在九点啊 十点半还没有到啊 所以我要用才 因为才 is used in the future or later than you expected 所以各位同学 九点 现在是九点 但是课 理查老师的课是十点半呢 还没有开始啊 所以你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课十点半 才开始 才开始 不是就开始了 不是 我们要说才开始 因为十点半还没有到 十点半还没有到啊 好 这样子听得懂吗 希望你们听得懂哦 好 老师讲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key point 就是才是不接力 乐的 才不可以接乐 好 这样子 应该都明白了 对不对 希望你们要听明白哦 因为这个就跟才啊 这个就有一点去难去分哦 有点难分哦 好 同学们 如果你们了解了 理查老师要给你们 很多的考试 今天的考试很多 请大家准备好咯 好 我们赶快要开始第一题了 不然老师会来不及了 好 我们开始第一题 请你们选答案哦 选答案哦 来 我们四点吃晚饭 但是清华九点 巴拉巴拉巴拉吃 好 同学们请问我们要选 要选A A 就 还是要选 B 才 老师再念一次题目 那你们赶快写答案哦 我们四点吃晚饭 但是清华九点 巴拉巴拉巴拉吃 好 请各位选答案 哦 财 财财财 哦 每个人都财 财财财财 哇 怎么没有人选旧呢 财财 又是财 好 慧英选财 明明选财 Angela选财 蛤蜊也选财 哎呀 你们太聪明了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因为四点吃 但是清华是九点 九点 later than we expected 对不对 九点 is later than we expected 哇 清华九点才吃啊 所以各位同学 你用财的时候啊 通常你是这样的表情 哇 清华九点才吃啊 哦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表情会是这样子的 啊 你九点才吃哦 好 各位同学 所以我们选财是对的 很好 你们都很聪明哦 因为你的表情要像这样哦 我们四点吃晚饭 哇 但是清华九点才吃哎 哦 所以我们选财是对的 那各位同学 第二个 我们吃后面没有了 吃后面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选财 哎 老师觉得你们听懂了哦 那老师再给你第二题 来准备好写答案了哦 准备好写答案哦 好 第二题 马可丽八岁 巴拉巴拉巴拉 学习中文了 马可丽八岁 巴拉巴拉巴拉 学习中文了 好 请各位同学选答案 请各位同学选答案 请问是A 旧 还是B 财 请各位同学给老师答案 哦 A 新宁 A 好 慧中 A A 可丽八岁耶 八岁就学中文了耶 好早哦 怎么这么早啊 八岁就学中文了 那各位同学 所以这个事情是Earlier than I expected 八岁是 哇好早哦 怎么这么早就学中文了 所以这个是Earlier than I expected 那Earlier than I expected 我们就一定要用旧 对不对 你们好聪明哦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们有乐 对不对 各位同学 旧 你在用旧的时候啊 句子最后记得要加一个乐 对不对 所以你看老师的表情哦 哇 She learned Chinese earlier than I thought 她学中文的时间好早哦 好 可丽说 How do you know that 可丽说 哎呀 老师你好聪明 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早就学中文了 我这么早就学了中文了 我这么早就学中文了 好 各位同学 旧是不是要跟了一起用 这样你们就懂了 不要选财哦 财不可以跟了一起用 哇 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 那我们来第三题咯 好不好 第三题 今天的考试特别多 因为要多练习才会写啊 老师给你第三题 好 哎 怎么又是玛格丽同学呢 我们看一下玛格丽同学又做了什么事情 玛格丽 四十 四十岁 巴拉巴拉巴拉 学习中文 哎 各位同学 玛格丽四十岁 巴拉巴拉巴拉 学习中文 哎 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这题要选的是 A 旧 还是B 财 请各位选答案 哎呀 玛格丽怎么四十岁学中文呢 财 财 哦 清华财 好 哎呀 怎么都选财呢 好 apartment 选财 胜川小弟选财 哎呀 怎么逼逼逼逼逼逼 一堆逼啊 各位同学 第一个 哎呀 玛格丽怎么四十岁啊 四十岁这么晚啊 才学啊 好晚哦 所以这个是 later than I expected 怎么这么晚啊 later than I expected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要选的是财 他比我想的还晚耶 他怎么这么晚 才学中文呢 所以各位同学 还有第二点是什么 你没有看到了 对不对 没有看到了 我们就要用财 哎呀 你们很棒哦 好 所以我们答案是B 财 那各位 你的表情是这样哦 啊 他四十岁 才学中文啊 你的表情就像老师这个样子哦 哈 你看玛格丽啊 四十岁 才学中文 哦 好 哎 你们好聪明哦 那记得不要加乐哦 才不要加乐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咯 我们今天要做很多题目哦 这样子你才会 才会 你才会懂 好不好 好 下一题 下一题哦 好 来 来 各位同学 老师念一下题目哦 早上七点上课 不达九点 巴拉巴拉巴拉 到学校 好 请问是A 旧 还是B 财 好 赶快写答案 赶快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各位同学 你一定要多做题目 你才会懂 怎么分这个旧 还有财 这两个汉字哦 好 老师再念一次题目哦 早上七点上课 不达九点 巴拉巴拉巴拉 到学校 B Partment B 然后盛行 B 旧 有人选旧 财 有一个人选旧哦 好 财 都选财啊 好 老师跟你讲哦 早上七点 对不对 上课 那不达九点 九点好晚哦 所以各位同学 九点是 later than we expected 各位 我现在是七点 对不对 但是呢 不达呀 九点 九点是不是 比我想的还要晚 比我想的还要晚 对不对 later than I expected 他怎么九点 财到学校啊 九点财到学校 因为九点是 a later moment right 各位同学 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选的是财 答案是B 财 那同学们 还有第二个原因 不可以用就 我们只能用财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没有看到了 对不对 我们在句子的后面 没有看到了 因为财 不跟了 一起用 好不好 哎呀 怎么大家都好 大家 大家都好聪明哦 好 我们老师还要再给你很多题目哦 好 下一题请准备 大家要加油哦 题目越多 你就会越了解 越明白 这个用法 好 下一题来了 哈喽 各位同学 你看老师都用你们的名字 所以你们要多介绍你们的名字 你看我们 我都用同学你们的中文名字哦 好 老师念一下我的句子 安理 十八岁 巴拉巴拉巴拉 结婚了 安理 十八岁 巴拉巴拉巴拉 结婚了 同学们 老师先跟你说一下 结婚的意思是 to marry to marry 好 同学们来 请先给老师答案 请问答案是A 还是B 是财 还是旧 好 旧 旧 旧 哦 好 旧 嗯 好 都选旧 哎呀 丽莎选旧 巴拉拉们选旧 益青同学选旧 哎呀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越来越了解了 是不是真的懂了 老师看你的答案呢 就知道你已经知道 怎么分这两个字了哦 同学们 第一点 十八岁 哦 他十八岁 好早就结婚了哦 十八岁就结婚了耶 哇 比我想的还要早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十八岁 哇 好年轻哦 就结婚了 所以各位 earlier than I thought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要用的是旧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看到的了 旧 我们要跟了 一起用 对不对 哦 好聪明哦 好啦 好多题目哦 好累哦 不行 还不够 老师要再给你题目 还不够哦 我们要多做一些题目哦 好 再来继续 看你们可以做几题 好 下一题 老师念一下题目 理查老师的课 十一点半 巴拉巴拉巴拉 结束 好 理查老师的课 十一点半 结束 好 同学们 请问是旧 还是才 好 赶快写答案哦 赶快赶快哦 写答案哦 看你们懂不懂哦 我们今天要做非常非常多的题目 来让你呢 能够更了解这两个字怎么用 好 选才 才 必 怎么都选才 对不对 好 同学们 那 这个 第一个 理查老师的课 其实啊 十一点就结束了 怎么今天到十一点半呢 哎呀 好晚哦 以前呢 理查老师的课啊 十一点就结束了 今天怎么 今天呢 怎么十一点半 才结束啊 哎呀 好晚哦 所以各位同学 你的表情要像理查老师这样 啊 理查老师的课 十一点半 才结束啊 怎么这么晚呢 好 各位同学 这样你懂那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个表情 才结束 才 结束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答案选的是 必 财 第二个就是 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用 我们就 因为没有了 我们就不要用就 没有了就不要用就 啊 那如果你说 理查老师的课 十一点半就结束了 太早了啦 理查老师 你再上晚一点吧 理查老师的课 理查老师的课 十一点半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哎呀 老师太早了 你再 你再上晚一点吧 你上到十二点 好不好啊 理查老师 各位同学 A跟B的那个语气是不同的 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 希望你们可以知道 这个差别是什么 哦 好 各位我们再看 应该是最后一题了吧 哦 最后一题考试咯 请你们注意看咯 最后一题哦 好 哎 对 这就是最后一题 比较难 这最后一题比较难哦 李查老师先念一下题目 他一到火车站 火车 巴拉巴拉巴拉 开走了 再来 老师再念一次哦 他一到火车站 火车 巴拉巴拉巴拉 开走了 好 各位同学来 请你选答案 请问是 就 还是 才 好 请选答案 各位同学这是最后一题了 这个考试是最后一题了哦 好 哦 大家都选 就啊 就 好 就 怎么有人两个都写呢 又写才 又写就 好 来 呃 我们的 呃 益青说就 好 同学们都选 就 清华也选就 丽莎也是选就 好 同学们 如果你不懂这一个语法 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看到这个乐了 对不对 当你看到乐的时候 我们就选就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就算 就算你不懂这个语法 你也知道乐 我们要用就 而不是才 那各位同学 大家都选对了 老师要跟各位讲这个语法 比较重要 我们的语法是 意 怎么样 就 怎么样 意 巴拉巴拉巴拉 就 巴拉巴拉巴拉 各位同学 这个在英文叫做 as soon as as soon as 的用法 好 同学们 这个语法请你们记起来 好不好 意 怎么样 就 怎么样 英文就是 as soon as 那各位同学 这个语法 请你把它记起来 因为我们刚好学到 因为呢 我们今天刚好学到 就 这个字 顺便把这个语法 学起来 意 巴拉巴拉巴拉 就 巴拉巴拉巴拉 as soon as 好 各位同学 你们都选对了 理查老师呢 觉得你们真的 有听懂 真的有明白 了解 今天的课程 老师非常的开心 老师今天很开心 因为你们都听懂 老师的课了 好 那么现在的时间 比较晚了 所以老师就要这个结束这个视频了 好 老师说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十一点的零四分 十一点零四分 那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理查老师要先去休息了 那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 今天的课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请你可以多看这个视频几次 多看几次 你就会懂了 那另外呢 记得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对不对 老师都一直要跟你们讲 不要熬夜 你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各位同学 明天一样在十点的三十分 就可以看到理查老师的课了 对不对 理查老师的课啊 这个十点半就开始了 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准时的来上课 那也不要忘记了 要分享老师的视频 让更多的人能够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 好不好 那请各位要帮老师分享这个视频哦 好 那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同学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